你好 我们影楼新店开议 我想帮你们拍个免费的亲子照可以吗 可以啊 你看 多好看啊 嗯 那这样 我们加个联系方式 回头啊 我给你做个这样的摆牌 我给你寄家里面去怎么样 可以啊 谢谢你啊 对了 妈妈 爸爸说你给我们准备的机器 嗯 就你爸爸说我这话 到底是什么机器啊 快跟我说说 你不是喜欢吃水果吗 家里啊 每次买的水果 放不了多久就会了 所以啊 妈妈把家里的冰箱 换成了这个美迪斯尔腰超薄冰箱 它是全仓进化 冷藏冷冻 都有净位装置 冷藏是三档变弯 调到真品的 换你爱吃的蚕豆 不容易反潮 如果啊 换进果汁空间 保鲜效果会更好 而且啊 这款冰箱厚度 仅60公分 可以贴墙放置 无卫生死角 底部散热的系统 左右都不需要预留多余的空间 你说是不是惊喜 谢谢妈妈 哦 对了 我要出去买点菜 你要在家里好好写尊音哈 谁啊 你好 小朋友 我是你楼下星巴勒的邻居 给你们大点土特产 搞好领理关系 楼下星巴勒的邻居 阿姨 你放在门口吧 我妈妈马上就回来了 她会拿进来的 那我放门口了 你记得要拿哦 要不然时间长了 容易招虫子的 夏柴 你楼下阿姨说 给我们送了特产 给他们去拿一下 刚才四个阿姨过来送东西 我出去拿一下 不对 妈妈出门的时候 穿的不是这件衣服 这个阿姨刚到过来 怎么会联系到我妈妈的 应该是AR坏脸 你好 802夜主在家吗 我是乌业的 有人投诉你们把招呼对在门口 怎么会这么强难 阿姨前脚刚走 喝酒就被投诉了 这袋子你们家的吧 快点拿走 不然发款了 不对 从一楼屋檐到八楼 即便是坐电梯 也不可能这么快的 更何况今天电梯坏了 还在门口 除非她一直都在门口 那个袋子不是我们家的 这东西明明在你家门口 你怎么说不是你家的呢 哎呀 那是楼下邻居 告诉我来的 刚好我妈妈 不让我拿别人的东西 你帮我还给她吧 这邻居阿姨给你带的特产 你不要辜负人家一番好意嘛 我看你呀 还得拿进去吧 果然了下了 我刚才只说楼下邻居 她怎么知道是阿姨的 叔叔你怎么知道那里面是特产呀 我也没功夫你呀 我 我看得像特产 而且我也没有说出楼下的是阿姨呀 除非你们两个熄火的 怎么可能 我是物业的工作人员 我正常打电话 给物业让他们上来看看 喂 是物业吗 我是802的业主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向我搬来 万物都生长 别换我去的瓜子我哟 谢谢大家 值得